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你也可以叫我葫芦娃爷爷 就是征服了七种颜色葫芦娃的那位 这种说法有点像蛇精 好吧 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昨天节目当中 我上来就提到的送礼第一波 大家可要抓紧了 过这村没这店了 赶紧进入我们今天的中国好吐槽 中国好评论 自从王菲李彭离婚之后 又是玩吊虎离山 又是换车的 俩人呢是变着番的躲避媒体 而日前离婚之后的李亚鹏 是首次面对媒体谈感情了 9月23日下午 离婚后首次公开亮相的李亚鹏 现身CCTV1青年电视公开课 开讲了节目录制现场 和年轻人分享人生和爱情的经历 数次哽咽 据了解 数月前开讲了节目制作方 就与李亚鹏约定做客节目 离婚事件曝光后 李亚鹏迅速调整心情 如约上节目开讲 出现在录制现场当天的李亚鹏 神情淡定 并没有携带众多保安跟随 就俩人离婚这点破事 我都已经从中秋节念叨到国庆节了 您这是还准备让我坚持到圣诞节吗 要不我干脆直接吐槽到明年清明节德了 实在是无力吐槽 到底为啥离 你们又不说 从明天开始 我保证不再提这俩人的事了 你们都监督我 那什么 都各自好好安省 过日子吧 除了上面说的那两口子 这离了婚也不应该叫两口子了 还有也不怎么消停的导师汪峰 昨天呢 汪峰的前妻终于发表了长篇博文 控诉导师汪峰乱发微博 影响人家正常生活 9月24日凌晨 汪峰前期发微博回应离婚 原文如下 近日汪峰单方发出离婚信息的博文 已经严重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 消息发出后 家中不知情的亲人长辈 以及周边好友 对我以及孩子的近况顺为担忧 在此真心感恩爱我 关心我的每位亲朋好友 也感谢我们曾经共同走过的六年时光 无论如何 我见到你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的所有职责 没有遗憾 2012年6月28日女儿诞生 2013年3月8日 王峰单方提出离婚 原来孩子才刚八个月 这个时候提出离婚 导师着实是有点太不厚道了吧 在台上为人诗表的时候 倒是挺硬气的 怎么到了生活中却变得如此的懦弱呢 怎么 你也得熬到老婆不如期过了再提分开吧 当然啊 能不分开是最好 我最讨厌 那些生离死别的事了 咱还是看看别的吧 咱们提了好声音的导师 那就再来关注一下学员 自从好声音遭遇了滑铁炉之后啊 这姚威娜的人气可是有增无减 成名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火速捞金呗 这不吗 他就被记者拍到了入住北京高端洋气 上档次的公寓 而且呢 就在导师纳英家的边上 你试试看看 在中国好声音中 姚威娜人气非常旺 同时也成了伤眼的宠儿 日前姚威娜从外地飞回北京 搜狐视频发现 她和导师纳英竟然是老邻居 只不过一个住别墅区 一个住公寓区 相差有点大嘛 车子直接开往某花园小区 而纳英就住在这里的别墅区 虽然姚威娜目前只是住公寓 但俗话说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在纳英的加持下 姚威娜的星途或许会更加顺利吧 这名都出了 住上个好点的房子 那也是迟早的事 看看去年好声音那些母友获得前三甲的选手 不个个都捞得盆满钵满的吗 我个人认为姚威娜的唱功实力 那是刚刚的 只是跪圈有些时候 你光有实力不行 还得有点运气 是吧 你们都懂 现如今 演艺圈实行玩裸奔 像什么软惊天 我们的屌子男士 大鹏等等 都是裸奔俱乐部的成员 而日前 该俱乐部又吸收了一名新的成员 此人就是何任东 日前何任东 对线承诺在微博晒出自己时身领域的裸照 并感谢大家对此剧的支持 称谢谢大家对璀璨人生的支持 收视率颇似 榴莲先生来兑现承诺了 各位小伙伴们每天起床刷牙洗香香 迎接璀璨的一天吧 照片中何任东背对镜头 裸身在浴室边洗澡边刷牙 屁股以上呈现给观众 让不少女粉丝表示害羞都不敢直视 有人调戏称 扑五了是不是可以转身 也有网友好奇此照片摄影师是谁 更有害羞的女粉丝称 好想从背后抱住 眼面娇羞 乐俊凯 你这是在边刷牙边在唱菊花台吗 这种销魂的姿势 洗澡的时候千万不要低身减肥澡 别说我没告诉过你 来看看后面 看完了男人的裸照 我对于我们的小编是十分气愤 大中午的 让我们看这个 你能不能有点节操 能不能有点下线 我都替你不好意思 你们说公平吗 公平吗 是吧 这让我和广大的宅男们怎么交代 那必须再来看看女人的裸照 没暴露出这是我个人的意愿 这两天网上就报道出了 有一名女演员被人骗财变色了 还拍了裸照 她是谁呢 一块看看 该女演员郑某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曾在借枪 芙荣爵 大寒贤后 魏子夫等作品中饰演角色 而男主角为海归温商 同为正姓 在当地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男方在交往过程当中 隐瞒自己已婚的事实情况 直到后来 原配找上门来 并称已经怀孕 女演员才知道被欺骗 和男方断绝了来往 也就在不久前 国内某知名论台一篇 王豹某女演员当小三 原配怒报裸照 开房记录 性病记录 狗血为题的劲爆图文 在短短时间内 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似乎这都还不解恨 接下来网友更是曝光 疑似裸露上满身的照片 虽然比较模糊 但是容貌 其分相似 如此露骨指责 自然让不少网友汗言 感叹尺度之大 贵圈啊 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 那就是我去年买了个表 要是还有人不知道 这句话啥意思 欢迎私信致电我微博啊 要我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也算是周瑜打黄盖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吗 不值得同情 顺便问一句 小伙伴们 你们人肉搜索出 这女演员是谁了吗 搜索出了一定记得告诉我啊 看完了那么多负能量的 让我们最后给大家 再来点正能量吧 日前呢 赵薇在网上晒出了 海量的女儿蒙照 那大眼睛 可一点也不输给妈妈 日前赵薇在微博上 晒出一组爱女照片 表达对女儿的疼爱之情 小四月似乎也遗传了 妈妈的表演天赋 照片中的她 小小年纪 镜头感十足 大眼懵动有神 更是像极了妈妈 其中更不乏小四月 带墨镜跨皮包的照片 已然出炉心范儿 这大眼睛的基因简直太强势了 和人家一比 我们这样的 基本睁不睁眼都没啥太大区别 小四月果然是名不虚传 蒙起来真是让人瘦不鸟 各位桂圈喜欢订娃娃亲的家长们 别说我没提醒你们 再不攀亲可就晚了 好了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中国好评论的全部内容了 别走开 接下来是我们激动人心的 吐槽大业 大家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邹胡娱乐评论 我是王宇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 港台明星投身内地演艺市场 开着绝金鸡就北上捞金 然而呢 对内地游戏规则不甚熟悉的他们 却屡遭其遇 近日 小亚轩和蔡少芬呢 便分别遭到软禁 绑架等离谱对待 一个是迫不得已 找来了警察叔叔 另一个呢 是打给了大哥成龙 才得以脱困 而小亚轩 更是在湖北恩师 遭遇了二十多名大汉的包围 一块看看 台湾歌手小亚轩 日前前往湖北恩师捞金 活动后 因为素颜不方便与工作人员合照 竟然被主办方软禁饭店三小时 要出动二十名大汉包围其坐驾 令小亚轩要透过她好友房祖民 向父亲成龙大哥求救 最后才成功脱身 可能家丑不出外传 主角小亚轩在微博直字不提事件 反而转发好友杨锦华微博 跟大丸王妃带起的那什么热 但只终归包不住火 软禁事件曝光后 媒体透过各种途径 求证小亚轩最新消息 结果她的经理人以短信回复 表示FR与工作人员一切平安 提到祖民和陈龙出售相助 以及有否被事件下怕时 警戒人感谢陈龙跟祖民的帮忙 表示相信大部分的单位都是讲理的 所以没有特别担心 感情界捞机是有风险的 女性尤其需要谨慎 无独有偶就在前几天 香港演员蔡少芬自报 早前也在西安天津等地上演的期间 接连发生不愉快的事件 不但多次被商家强迫出席 合约外的商场活动 还在去机场的途中 强遭劫车 整个过程犹如绑架 下车翻应某家居企业邀请 9月20和21日两天 分别在西安和天津为其出席活动 本来她签约时 表明两天都只是到一个地方工作 但没想到主办方却出而反而 被强迫到了另一个商场下车 出席完活动后 在往机场的路上 却又被主办方强行截停 吓得蔡少芬在微博高呼被绑架 无计可施的蔡少芬立即打电话报警 经交涉后 有警察送她到机场 她平安后依旧心有余悸 但蔡少芬的老公张静文讯后 依旧在微博对主办方大肆痛斥 表示 你们这帮傻叉 你们这傻叉企业 就会欺负一个女人吗 你们任意限制她人身自由和绑架有什么区别 试问哪个女人在高速公路上被几个大老爷们截停车 不害怕 插 人被你们吓成这样了 不会只是骂那么简单 前面这两位港台女星 内地捞金的遭遇 还算有惊无险 而香港三级片师 乃及人物李立真曾经在内地代言时 那可是经历了变态男粉丝的狂热追求不成 反而学洒现场的惊险一幕 值得一提的是 尽管女神形象不不往昔 但当天依旧不乏众多粉丝的捧场 其中一位疯狂男粉丝不仅几度索要签名合影 更与前来维持秩序的保安打打出手 血剑当场 最后更是趁机失报逃离了现场 要说对于我们80后一代的宅男们来说呢 曾几何时 岛国的爱情动作片还未广为流传 李立真绝对称得上是女神级别的人物 而系数 萧亚轩 蔡找分 也都属于曾经红极一时的港台女星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 遭遇这样的事件 我看也多半属于曾经太受欢迎了 能够一度方容是很多屌子们多年的梦想 所以在请粉丝们见到偶像保持淡定的同时 建议每位女艺人背上一本内地捞金指南 熟读三百遍 您要是嫌麻烦多和我切锁一下也行吗 娱乐圈百事通吗 好了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每天都会为您网络娱乐圈的最新看点 看我们如何解读娱乐圈 别忘了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整搜狐娱乐评论 我在直播间跟您不见不散 明天再会了 拜拜 五中午12点 Let's do this Ready Set I got this on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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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My name is Turbo Oh I wish I could rename myself When Maretta I got this one That can change Give you Easy And I 네놈 Th dare You And you It